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十一讲 特殊案件的管辖 为什么专门介绍这一讲呢 因为有一些案件 用之前学的一般的管辖规则 是没有办法实现管辖权的 你比如说 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抢劫了一个中国人 刑法老师讲 基于保护管辖的原理 我们是可以行使管辖权的 但是具体是哪个地方的法院来管呢 如果按照一般的管辖规则 犯罪地为主 犯罪地在美国呀 管不了 被告人居住地为辅 被告人居住地也在美国呀 管不了对不对 所以用一般的管辖原理是管不着的 所以我们专门为这些特殊案件 量身打造了特殊的管辖规则 好 那我们做题的时候呢 记住两个步骤 第一步 先识别 这个案件我们是凭什么管 是基于保护管辖 还是属人管辖 还是你是领土 还是普遍管辖 先识别 凭什么管 第二步 再回忆 在这个特殊案件下 有哪几个特殊的连接点 把这个连接点回忆出来 这是我们做题的基本步骤啊 好 来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类特殊案件 外国人犯罪 这个外国人犯罪呢 我们有可能基于 普遍管辖 也有可能基于 保护管辖 甚至可能基于 属地管辖 对不对 来我们先来讨论 基于普遍管辖的 管辖连接点 什么叫普遍管辖 换个词 又叫做条约管辖 就是凡是我们国家 签署的这个国际条约里面 有相应的罪名 那么对这几个罪名 我们就基于条约 可以行使管辖权 那么凡是签约过 都能管 那究竟哪个地方的法院管呢 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面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谁抓谁管 以前只有抓活地 这是以前 但是后来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万一 我们在公海上抓获它的 公海上是没有法院的 那怎么办 把它带回来 带回来就是什么 从海上的登陆地 或者从海关的入境地 所以现在增加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登陆地 一个是入境地 同学们记住了吗 来一句话 关于普遍管辖的连接点 有三个点 抓获 登陆 入境地 好 同时提醒大家 这个抓获地很特别 因为抓获地 只存在于普遍管辖的口诀中 后面的管辖里面 都不会出现抓获地 比较特殊 来 第二个管辖的原则 叫做保护管辖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张颖颖案 留美学生张颖颖 在美国 被美国人绑架杀害了 同学们 一个美国人 在美国绑架杀害 我们中国同胞 我们肯定要保护同胞 所以从字面理解 就是保护中国同胞的管辖方法 你美国人欺负中国人 我们要管 那哪个地方来管呢 你们想 美国人如果他不来 我们也管不着吧 所以你来呀 你来呀 同学们 他来 如果从海上来 就会有登陆地吧 那如果从海关来 就会有入境地吧 来了就别想走 给我住一下 就会有入境后的居住地吧 说了三个了吧 还有就是被害人的 离境前的居住地 和现居住地 大家想一想 被害人在国外被欺负了 哪里的名分是最大的 肯定是被害人的亲朋好友 而且他的亲朋好友 有老朋友 有新朋友 老朋友就是离境前的居住地吧 新朋友就是现居住地吧 所以这两个点都能管 被害可有现前管 现居住地和离境前的居住地 同学们 咱们把这个连接点 归纳成一个口诀 记住五个连接点啊 来记住数字五 记住五个连接点 被告登陆 一个点 和两境 两境 有两个点 对吧 还有被害可有现前管 现居住地和离境前的居住地 这里有两个 所以加起来就有五个连接点 同学们听明白了没有 被告登陆和两境 两境代表什么 一个是入境地的境 一个是入境后的居住地的境 和两境 还有被害可有现前管 一共有五个点 好 外国人犯罪的这个管辖的连接点 咱们就介绍完毕了啊 有同学说老师 你还没讲完呢 如果是一个美国人在长沙 杀了一个长沙人呢 同学们 美国人在长沙 杀了一个长沙人 还需要特别讨论讨论吗 用不着 那不就是属地管辖吗 那就是一般管辖方法 犯罪地为主 被告人居住地为辅 不用讨论 同学们 听懂了吗 还有同学说 老师 那如果是一个美国人 在朝鲜杀了一个日本人呢 关你屁事 美国人在朝鲜杀日本人 跟咱没有半毛钱关系 用不着管 所以外国人的管辖 咱们就说到这里了 来 我们来热身一下吧 一个英国邮轮 在公海航行期间 同学们 英国邮轮在公海航行 跟咱有半毛钱关系吗 跟咱没关系 有关系的是 一个美国人 路易斯祥 在邮轮上杀害了一个中国人 好 同学们 关系来了 美国人在公海上杀了一个中国人 凭什么关 马上想到 凭保护管辖 马上回忆 保护管辖有几个连接点 五个连接点 哪五个 被告登陆和两镜 被害可有现前关 只要把这个口诀背出来了 那这个题目就很简单了 请问 现在这个向高椅啊 家住广州 家住广州 就是被害人的离境前的居住地吗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邮轮 京 东京 东京跟咱没关系啊 最终停靠上海 邮轮停靠上海 跟咱没关系啊 还有呢 路易斯祥在上海入境 哎 这个有关系 这是入境地 后来定居在北京 哎 这个有关系 这叫入境后的居住地 两个境都可以管 一个是入境 一个是入境后的居住地 都能管啊 最终在天津被抓 同学们 抓货地天津 跟咱有关系吗 这个地方 在这个连接点里面 是不存在的啊 这个保护管辖里面 是没有抓货地的 刚才我们讲 哪个连接点里面 有抓货地啊 那是普遍管辖 那是条约管辖 才有抓货地啊 所以这个天津 很有迷惑性啊 现在问你 哪些地方有管辖权 只要把那个口诀 背出来就行了 被告登陆和两境 被害可有 现前管 所以这道题呢 北京 上海和广州 都能管 再说一遍 上海是什么地 入境地 北京是入境后的居住地 广州是被害人 离境前的居住地 好 同学们 外国人犯罪 就讲到这里 来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第二类特殊案件 交通工具 说到交通工具呢 咱们马上要想到 有飞机 有轮船 有列车 那么每一种交通工具 我们都分开讨论一下 来 先说飞机 飞机呢 分两个场景讨论 一个是飞机在领域内 一个是飞机在领域外 来 我们先说领域内 领域内 没什么好说的 为什么 比如说北京首都机场 停这一架飞机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飞机啊 只要停在北京首都机场 你想一下 那不就是你 那不就是属地管辖吗 属地管辖 对不对 好 那属地管辖 就是犯罪地为主 被告人居住地为辅嘛 所以就不用特别讨论了啊 我们中年讨论的是 飞机在领域外 同学们 中国飞机 如果飞在美国上空 法国上空 同学们 我们凭什么管呀 那是拟制领土 只要是中国的飞机 不管飞在世界哪个角落 咱们都是基于拟制领土的原则 是可以管的 那要想管 这个天空中 也没有法院吧 我们只能等待飞机飞回来 降落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 我们才能管吧 所以记住结论 就是最初停靠地 就是最初降落的那个地方 这让我想起来一首歌 叫你快回来 就中国飞机啊 在领域外 我们只能唱一首歌 叫你快回来 把我的管辖带回来 只有降落在了中国的领土上 这个地方我们才能管吧 好 飞机说完了 来说一下 轮船 轮船 咱们也分两个场景 一个是内水 领海 就是领域内 一个是领域外 就是公海 对吧 咱们先说领域内的 内水和领海 同学们 内水和领海 这不就是属地管辖吗 对吧 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吗 属地管辖 那不就是犯罪地为主 被告人居住地为辅吗 所以一般来说 就普遍的 普通的地域管辖 就能管 犯罪地为主 被告人居住地为辅 但是还要加上一个登陆地 为什么 因为内水 比如说那个洞庭湖 洞庭湖往北 到湖北去了 对吧 往南呢 就到湖南来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看那个被告人 登陆到哪里去 那个地方就有管辖权吧 所以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这个内水呀 它可能往上往下 就有不同的这个属地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登陆地也可以管 记住我的结论啊 这个轮船在内水 在领海 记住了啊 普通地域加登陆 好 那如果这个轮船在公海呢 同学们 轮船在公海 它跟那个飞机也是一样的嘛 也是拟失领土嘛 对吧 不管是中国的飞机 还是中国的轮船 只要在中国之外 上面出现了犯罪 都是拟失领土的管辖方法 其实在以前呢 和飞机一样 都是你快回来 最初停靠的那个地方 就能管 飞机的最初降落地 轮船的最初停靠的 那个中国港口嘛 但是后来考虑到什么呢 考虑到这个轮船呀 可能它没有开回来 它就没有什么最初停靠地呀 比如说 这个中国的轮船 在公海上啊 上面出现了犯罪 那个轮船继续往海外开 把那个人带回来了 把那个犯罪协议人 从快艇上给他带回来了 那带回来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登陆地嘛 如果从海关入境 就会有入境地嘛 所以呢 在原来的出停地的基础上 增加了两个地方 考虑到船没回来 人回来了 所以呢 增加了登陆地 还增加了入境地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记住啊 再说一遍 中国轮船 如果在领域外出现了犯罪 记住一句话 出停 登陆 入境地啊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列车 列车呢 也分两种场景 一个是国内的列车 一个是国际的列车 来我们先说国内列车啊 国内列车呢 在记忆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分两段来记 一个是运行中 就在运行的车上 就被抓到了 对吧 一个是非运行中 比如说下车回家才抓到的 或者在车站就抓到的 这叫非运行中 分两个场景来讨论 如果是运行中 大家想象一下 那个列车啊 会经过很多很多车站 那哪些车站能管呢 记住 前方停靠 始终管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列车在运行中 把它抓到了 那这种情况下 前方停靠的所有车站 前方的陆续所有车站 都能管 还有就是始终 就是始发站和中点站 就是列车的这个两端 也都可以管 同学们 大家听懂了吧 这是运行中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啊 从北京 北京 开往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在怀化 好 北京开往怀化的列车 大家知道 中间会经过很多站 我简单写几个站 比如说 郑州 会经过郑州 会经过武汉 会经过武汉 会经过长沙 来 同学们 请问 这个列车刚刚开过郑州 列车上的张三 就把李四给杀死了 同学们 张三在列车上杀死了李四 这是运行中的列车吧 那这个情况下 请问大家 已经过了郑州了 那郑州 这个车站 所在地的法院能管吗 管不了了 只有前方停靠的 前方停靠的 有武汉站 有长沙站 这前方停靠的 系列车站都能管 另外还要记住 始终管 始发站和终点站 始发站在北京 终点站站在怀化 都是可以管的 这就是运行中被抓获的 听懂了吧 前方停靠 始终管 那如果是非运行途中呢 同学们 先看一下教材 法条怎么说的 请看 行俗解释第五条的第二款 他说 如果不是在运行中抓获的 由负责该列车乘务的 铁路公安对应的 审判铁路运输案件的 法院来管辖 说的好绕 就是如果不是运行中啊 比如说 这个张三下车之后 回家了 躺在床上被抓到了 这就叫非运行途中吧 这个时候就有负责 该列车乘务段的 这个公安 铁路公安 对应的 由管辖铁路案件的 这个法院来管 好绕 简单说就是 乘警地 对应 法院管 乘警地不就是那个 负责列车的 乘务段的公安吗 对吧 乘警地啊 就是那个 负责铁路公安 对应的 法院管啊 乘警地 对应法院管 好理解吧 当然 万一他还没到家 就被抓了 在车站就被抓了 那这个抓获地啊 这个抓获地 就是车站所在地嘛 那负责的 对应的这个 铁路运输法院 也可以管 同学们听懂了吧 来我大概给你概括两句话啊 就是在国内的 这个运行的列车上被抓的 记住了 分两种场景 一种是运行中的 运行中的 记住一句口诀 前方停靠 始终管 前方停靠的 系列车站都能管 但如果是非运行中的 比如说啊 这个人回到家才抓到的 那就由 乘警地 对应的 法院管 乘警地 就是乘警所在地嘛 对吧 就铁路公安的那个地方嘛 乘警地啊 好 当然如果在车站被抓获的 注意 也可以由 车站 对应的法院管 就是 就地管嘛 也可以啊 也可以的意思是 乘警地 对应的法院 也能管啊 也可以由 这个抓获 车站所在地啊 对应的法院管 好 那如果是国际列车呢 同学们 国际列车啊 它会穿梭很多国家 一般来说 国业国之间都会有协议的 有协议 咱们先遵循协议 如果没有协议 记住我的结论 没有协议 使 停靠 协议优先 如果没有协议 使 就是使发站 比如说北京开往莫斯科的 使发站 就是北京 但是莫斯科开往北京的话 请问那个莫斯科 那个法院能管吗 那跟咱没关系嘛 那莫斯科开往北京的话 就不是考虑使发站了 就考虑什么 前方停靠的中国车站 因为莫斯科开往北京 总有一站在中国吧 同学们能听懂吗 如果是北京开往莫斯科 那就找使发站 肯定在中国 如果是莫斯科开往北京 那就不考虑使发站了 那考虑的是 前方停靠的中国车站 好 这是我们讲的国际列车 这个很简单 记住一句话 没有协议 使停靠 好 这个说了这么多 好像挺难 我们通过三个实战演练 来加深一下 来加深一下 来 第一个例子 一架中国飞机 在越南领空 同学们 别光看到越南领空 你要看到的是中国飞机 我们说中国飞机 无论在谁的领空 咱们都能管 叫什么管辖 拟制领土 而且我都不用往后看了 我只要看到中国飞机 我就想到 无论在天涯海角 在世界哪个角落 它的地方就是 最初停靠地来管辖 后面这个案例 我都可以不用看了 对吧 最初停靠地 那你看一下什么 美国人路易斯祥 在这架飞机上 杀了一个日本人 我管你谁杀谁 我只看到中国飞机就够了 记住了吗 最初停靠地 你看一下 它最初停靠哪里 最初停靠上海 所以这个地方甭管后面什么 从北京入境啊 在天津被抓呀 那都是干扰信息 这个题目唯一有用的信息 就是这个飞机最初停在中国的哪个城市 最初停在上海 所以只需要考虑上海就可以了 什么抓货地 什么入境地 跟这个题目都没有关系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因为是中国飞机在领域外 这种管辖方法是基于拟制领土管辖 只有一个连接点 就是最初降落地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罗某假释人 中国已是远洋运输公司 黎明号货船的船员 这个黎明号呢 航行在公海时 同学们 中国的轮船在公海上 马上识别考点 这是什么 拟制领土吗 拟制领土马上想到一个口诀 中国的轮船在公海上 甭管上面谁杀谁 记住 它的连接点就三个点 出庭 登陆 入境地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现在罗某呢 因为和另一个船员张某发生口角 将其打成重伤 你甭管谁打谁 关键要看是中国的轮船 中国的轮船 然后呢 案发后 罗某从日本 大阪非中国 从丙市入境 你看出庭登陆 入境地 这个入境地可以管吧 还有呢 这个轮船 返回中国 首帛在丁市 你看出庭嘛 最初庭靠地嘛 可以管 好 同学们 其实我都不用看这个题的其他选项呢 我直接看了这个题干 我就能得出结论了 来分两步 第一步先识别 凭什么管 只是凭 你是领土 中国的轮船 这是轮船 在公海 轮船在公海 那就是你是领土 连接点就三个 直接背出来 出庭 登陆 入境地 所以这道题 出庭 在丁市 所以丁市 法院可以管 还有呢 入境 入境在丙市 所以丙市可以管 因为这个题干中 没有出现这个登陆嘛 所以就不用考虑嘛 对吧 好 这是中国轮船 在领域外出现犯罪 听到了吗 你是领土啊 记住三个连接点 出庭 登陆 入境地 来 再来加深一下 国际列车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中国列车上 俄罗斯人 伊万诺维仪 在列车行驶于蒙古国境内时 杀害了蒙古人巴特尔祥 同学们 俄罗斯人 杀巴特尔祥 杀蒙古人 跟咱有半毛钱关系吗 没有 跟咱有关系的是那个国际列车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所以马上识别考虑 这是靠国际列车 马上想到一个口诀 没有协议 使停靠 有协议按协议 没有协议呢 使发站 还有呢 前方停靠的中国车站 因为这道题是北京开往莫斯科嘛 所以使发站是北京嘛 所以北京可以管嘛 那开往莫斯科 前方就没有中国车站嘛 对吧 北京开往莫斯科都已经在蒙古了 那就前方没有中国车站 所以这道题只可能出现什么 北京嘛 那这个题反过来说 请问 从莫斯科开往北京的话 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在蒙古国境内出现了犯罪 请问 那 使发站就不存在了吗 使发站在莫斯科不存在了吧 那就看前方停靠的中国车站 只要前方停靠有中国车站 那这个车站 所在地的法院就能管辖 好 同学们 交通工具 咱们就说到这里啊 来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中国人在国外犯罪的情况 中国人在国外犯罪呢 我们就讨论两种场景 一种是中国人啊 在驻某国的使令馆里面犯罪 同学们 大家知道 中国驻某国使令馆里面犯罪 甭管谁杀谁 这个使令馆里面啊 都是有司法后面权的 外国司法机关是不能插手的 那既然有司法后面权 那就回 打回原籍嘛 因为是中国人嘛 中国人在中国驻美使令馆里面犯罪 这个使令馆里面是有司法后面权的 把他打回原籍再管嘛 原籍就是原户籍地 或者这个中国公民主管单位所在地 反正要打回原籍 能听懂吗 因为这个使令馆里面有司法后面权啊 把他打回来 要回来才能管 因为驻美使令馆里面也没有司法机关嘛 对不对 好 我们重点说第二种 就是中国人在国外的那个使令馆之外 就是一般的国外 一般的国外 简单说就是属人管下了嘛 同学们 中国人在国外犯罪 那是属人管下 只要你是中国人 我们管你到天涯海角啊 属人管下 这个属人管下呢 有个著名的案例 就是江戈案 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陈世锋啊 杀害了中国同胞江戈 同学们 中国人在国外犯罪 我们能不能管 能 这叫属人管下 但我多问一句 日本能不能管 也能 人家是属地管下 同学们 日本是基于属地 但咱们中国是基于属人 也就是说 这个陈世锋在日本服刑完毕 如果他敢回来 我们中国还能判他 因为是属人管下嘛 那哪些地方的法院可以判他呢 记住 一共有六个连接点 有六个连接点啊 这六个地方的法院都能判他 哪六个呢 记住啊 被告的登陆地 如果他海上来就有登陆地啊 或者呢 他从海关入境就会有入境地 记住 被告登陆入境地 两个了吧 然后呢 还有双方都有县前管 就双方当事人都有县居住地和离境前的居住地都可以管 一共有几个 一共有几个 六个 同学们 大家先记住这个数字啊 记住 中国人在国外犯罪的时候 属人管下 有六个连接点 我再说一遍啊 被告登陆入境地 从海上就有登陆地 从海关入境就有入境地啊 被告登陆入境地 两个了 还有就是双方都有县钱款 注意啊 不管是双方的这个被害人的或者是被告人的县居住地 或者离境前的居住地都有 双方都有县钱管 就有四个了吧 对不对 再加上被告的登陆 被告的入境啊 一共有六个连接点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好 中国人在国外就说到这里啊 其实我们把它分解之后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啊 来 我们来加深一下印象啊 中国留学生陈某 在日本杀害了中国留学生江某 同学们 中国人在国外犯罪 不管在哪个国家啊 我们都能管他 管他到天涯海角是吧 首先识别 这是凭什么管 这是属人管辖 既然是属人管辖 马上脱口而出 有几个连接点 六个连接点 马上把六个点给我背出来 被告登陆入境地 双方都有县钱管 好 这是我们这个属人管辖的几个连接点 我们要结合具体的案情来做具体的表述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漏罪和新罪的管辖问题 同学们 什么叫漏罪 漏罪就是法院判局时 一漏的罪吗 漏掉的罪吗 这叫漏罪 什么叫新罪 就是判决后服刑期间 他又犯罪了吗 这叫新罪 好 我们分开讨论一下 先说漏罪 大家想 漏罪当初要是没有漏的话 你们觉得会在哪里判 当初这个漏罪要是没有漏 那肯定在原审地法院就一起判了吗 所以呢 漏罪首选的就是原审地 漏罪要是没有漏 一般来讲都会在原审地一起给判了 但是呢 有一些极端的情况 你比如说 他在北京 判的 北京判的啊 北京是原审地吧 结果这个家伙被带到上海服刑了 同学们 北京判 上海服 这个时候 如果要坚持这个原审地来审的话 相当于还要把他从上海再送回到北京去 是不是 是比较费力啊 那这种特殊情况下 也可以考虑什么 服刑地 甚至可以考虑什么 考虑他的犯罪地嘛 这个漏罪也有自己的犯罪地嘛 所以必要是可以考虑服刑地 或者是犯罪地啊 同学们听明白了没有 来一句话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就是漏罪漏罪 要是没有漏 一般都在原审地一起判 所以原则上都是首选原审地啊 但是呢 别忘了啊 这个万一特殊情况下 他在异地服刑 那我们也考虑必要时 也可以考虑服刑地 或者呢 这个犯罪地的法院啊 来管辖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心罪 心罪就是服刑时再犯的罪 你们想象一下 一个人服刑的时候再去犯罪 一般会在哪里犯 那肯定是服刑地嘛 对吧 在监狱里面犯吧 所以呢 服刑期间再犯心罪 原则上首选的都是服刑地 但是有一个极端情况 比如说他在北京服刑 北京服刑 结果这个家伙越狱了 他越狱到上海 越狱到上海 又犯罪了 同学们 这个时候是哪里来审呢 哪个法院来管呢 同学们记住啊 原则上刚才我说了 服刑时犯心罪 原则上都是服刑地 那原则上都是北京 要想由这个犯罪地上海来管啊 必须有几个苛刻的条件 一定是在这个犯罪地 抓到 注意一个条件 抓到 并发现 大家发现没有 这几个条件只有同时都满足了 那才可以由抓获地上海来管 假如啊 他被抓回到北京 才发现 那都是基本原则 服刑地北京 甚至他可能犯了罪之后 又逃到广州 他在广州才抓到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回到基本原则 服刑地 也就是说 这个心罪 服刑时犯心罪 原则上 通通原则上 都是服刑地来管 这是原则上 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 他跑到上海犯罪了 在上海抓到了 在上海发现了 这几个条件都满足 才是这个抓获地上海来管下 只要缺一个条件 都回到基本原则 服刑地来管下 同学们听懂了吧 听起来好像有点绕啊 来把书放下 咱们把这张PPT 一起来背一遍啊 记住 漏罪漏罪 如果没漏 原则上都在原刑地来管 所以原则上首选原刑地 但别忘了 特殊情况下 可能考虑啊 他在异地服刑 所以可以考虑服刑地 甚至可能出现 他这个漏罪的犯罪地 也是有可能行事管辖权的 这是漏罪 那心罪 刚才说了 心罪心罪 一般来说都在服刑地犯 所以首选都是服刑地 但是也别忘了 他可能越遇到上海 在上海犯罪 抓到并发现 才可能由这个上海 抓虎地来管 只要缺一个条件 记住了啊 通通回到服刑地 由服刑地来管辖 好 漏罪心罪 咱们就说到这里啊 来 我们来热身一下吧 啊 孝祥 因为强奸罪 被假县法院 判有期徒刑 七年 这是 原刑地啊 假县是原刑地 判决生效后呢 被送到乙县监狱服刑 好 注意这是服刑地 这是服刑地啊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看 这个关键是 考漏罪 还是考心罪呢 考漏罪还是考心罪 你看啊 期间 小祥越狱脱逃 并在丙县 猥亵了被害人高某 同学们 这叫什么罪 这叫心罪 马上脱口而出 心罪首选的是什么 首选的是服刑地 所以首选的是乙县 首选服刑地 但是别忘了 如果他在丙县 抓到并发现了 在丙县抓到发现的话 那就是丙县法院 来行事管辖权 同学们听懂了吧 所以第一步你先识别 这是考漏罪 还是考心罪 这道题考的是心罪 所以第一个结论 首选的是服刑地 乙县法院 但是请注意 如果他遇到丙县 在丙县犯罪 抓到发现了 那就是抓后地 丙县来行事管辖权 听明白了没有 好 要分情况讨论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种特殊案件 叫缺席审判 这是我们后面 要介绍的特别程序 在这里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就行了 就是如果出现了缺席审判 比如说一个贪污犯 他潜逃美国了 那我们要对他进行缺席审判 有哪个地方 才反应来审呢 有 大家看清楚 犯罪地可以 或者被告人离境前的居住地 离境前的居住地可以 甚至可以有最高院 指定的任意一个法院 但是一定要注意级别 中院 刚才说了 威恐无死 莫缺席 缺席 逃境外的缺席 在哪里 在中院 一定要注意级别 在中院 但是哪个地方的中院 犯罪地一个 离境前居住地一个 还有最高院 指定的任意一个 都可以 好 这个后面我们再讲 这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好 最后还有就是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 其实前面我提到了网络犯罪 因为我们的刑事政策 是要严厉打击网络犯罪 而且这个网络犯罪是在虚拟的空间犯罪的 所以那个犯罪地非常宽泛 所以大家就别背了 你也不可能背下来的 你就记住四个字 沾边就管 网络犯罪的犯罪地 沾边就管 这是我给大家建议 所以选择题里面如果四个选项都是沾边的地方 你就都选上就行了 如果是主关题 就不要写沾边就管 主关题 你就记住 在刑诉解释的第二条的第二款里面 是有明确规定的 但是我们这个2022年有个新增的法律文件 就是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适用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 在这个文件中也有明确 关于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的问题 咱们找到这个新增文件 也是可以的 好 同学们 说到这里呢 我猜有的同学可能有点缺氧了 说老师你刚才介绍了这么多的特殊案件 都有各自的管辖的连接点 我真的背不下来 同学们别着急 慢慢来 每一个特殊案件 我都给你归纳了一个口诀 课后呢 把它抄在你的一个小纸片上面 贴在墙上 随时看一看 而且我教了大家做题的顺序 两个步骤 第一步先识别 凭什么管 第二步 再回忆 它的特定的连接点 来 我们把书放下 我现场给大家简单抽查几个 看看你有没有一点感觉啊 我随便说几个案件 你第一步先识别 第二步再回忆啊 请问 一个美国人 在美国抢劫了一个中国人 第一步先识别 凭什么管 马上判断 保护保护 美国人抢劫中国人 保护管辖 保护管辖 接下来回忆 有哪几个连接点 五个 被告登陆和两镜 被害可有现前管 五个连接点 好 再来一遍 请问一个中国人 在美国抢劫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在美国抢劫中国人 马上反映 这是凭什么管 第一步凭什么管 属人 属人管辖几个连接点 六个 六个 哪六个 被告登陆 入境地 双方都有现前管 一共有六个连接点 这是属人管辖 六个连接点 保护管辖 五个连接点 对吧 好 再来一遍 请问 请问 一个美国人 在公海上的中国邮轮上 抢劫的一个日本人 同学们 美国人在公海上抢劫日本人 跟咱没有半毛钱关系吧 关键是中国的邮轮 中国的邮轮在公海上 上面不管是美国人抢日本人 还是美国人抢法国人 关键是中国的邮轮 所以马上识别 这是拟制领土 中国邮轮有三个连接点 出庭 登陆 入境地 邮轮的最初停靠的 中国的港口 对吧 出庭 还有呢 那个被告人的登陆 还有被告人的入境地 有三个点 如果是中国的飞机 在美国上空 记住 不管上面谁杀谁 都是飞机最初降落的 中国的那个地方 有管辖权 最初降落地 所以同学们 你看通过梳理总结 这个问题 也没有那么可怕的 我们只要多背两遍 这些特殊案件 它的特殊的管辖连接点 我们就熟能生巧了 同学们听懂了吧 别嫌我啰嗦 做题 分两步 第一步 先识别 凭什么 第二步 再回应 它的连接点 有几个 好 同学们 以上就是我们管辖的 全部内容 那接下来 我们就介绍下一讲的 关于回避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